相信很多人对蝙蝠下系列的漫画并不陌生 黑暗骑士归来绝对是一代经典 这么多年过去也没出现很多亮眼的玩具 直到最近 由Medicom出品的Mafix系列 终于开始更新各种各样的黑暗骑士归来角色了 今天就来聊聊这只黑暗骑士归来小丑 首先是人物整体 有看过漫画的话可能都会激动到快哭了 身形比例还原的非常的好 与漫画动画中的黑龟小丑造型贴近 白色的西装并不是使用的纯白涂装 而是使用偏灰色系的白色涂装 整体看起来不会那么单一了 身上有给到一些阴影的涂装 对单色的外套做出了一些点缀 整体观感更加立体 配件方面 一对自带手型 一对拿眼手型 然后一对握持手型 一对开掌手型 一对握拳手 顺带一提 现在后期Mafix配件里 手型部分有做出一个连接件 方便存放 开盒的时候没有那么容易崩出来 除开手型 还有两只匕首的配件 以及两根长度不同的香烟配件 香烟配件在手型握持方面 可能会有一些松 需要注意一下 虽然它的造型是无可挑剔 但是因为精准的还原造型 导致可动性下降 因为整体是属于一个中老年的臃肿体态 再加上漫画里夸张的表现手法 肩膀部分过分的宽 腰部又过分的细 手臂弯曲无法碰到胸口 以及碰到正脸 腰部又因为整体收束到腰的关系 没有太大的腰部可动 下半身活动还算正常 只是在摆出来一些动态的时候 因为人物动画比例的关系 比较难招准平衡 如果是爱拍大动态照片的朋友 就得花时间做做后期了 接下来是头雕 Muffix系列的漫画角色头雕 其实都蛮不错的 这只小丑有附属两只头雕 一只正常无表性头雕 一只和编夫家决战时候的头雕 两只头雕的刻画其实都非常好 脸型还原度非常高 整体非常立体 眼睛清洗轮廓锐里 头发有做到不同色彩的刻画 看起来细节丰富 决战头雕的神态非常好 部分区域颜色加深 来表现夸张的表情 两只头雕看起来都非常的舒服 无论是远观还是近看 都没有太多挑剔的点 难得这次没有什么中奖的地方 涂装不错 松颜度不错 刻画不错 可能也是我的个例 我而Muffix怎么会不中奖呢 最后还是那句话 个人对Muffix最大的意见就是 出的实在是太慢了呀 我是红色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